帥喔 很棒喔 很棒喔 我都敢换了 第一次 我还没有穿过剑道 市长谢国良换上专业的剑道服装 亲自恭喜基隆的三位选手 入选2024第19届 米兰世界剑道锦标赛 国家代表队 包括男子组的余云浩 女子组曹维廷及尤雅俊 将于7月飞到意大利米兰参赛 市长谢国良特别颁赠参赛的旅费 勉励选手们为基隆争光 那今年选出来的 这个是7位的台湾的代表队当中 我们基隆就占了3位 所以真的是一个非常难难可贵的一个成绩 那当然 市府一直以来也都在与中文理事长的关注跟推动之下 我们相对也很重视建造的主动 所以我们也选定了西定国校 那依族的相关经费 来稳定他的场地训练的这个时程 跟训练的环境 所以我想恭喜大家 那我们会请许燕丽副处长这边 未来在不管是整个剑道的活动 或者是个别选手 诸国比赛 夺牌的整个过程中 未来就带着个后盾 那因为我也出社会 所以平常其实比较没有时间去练习 那只能透过下班后 可能八九点 然后再到道馆去练习到十一二点 然后再回家 然后重复这个过程 大概两年的时间 那这次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就会不够为国家政华 在可能学校社团有时间练习的时候 就要多一点时间练习 然后等到回来北部的时候 可能就都是直接比赛 然后很荣幸可以获选这次世界杯国家代表队 那希望在出去意大利门南比赛的时候 可以拿出自己最好的表现 然后为金融市 还有为我们自己的国家争光 因为大学在中部的关系 所以没办法常常回北部接受团练 那在中部就自己可能就 自己维持体能 那因为在中部没办法练习 所以就可能偶尔找时间回来的时候 再到西定国小孩去 请教老师们 再请老师们指导这样子 所以很开心 这是能很幸运地选到 首先我要感谢就是 我们市长 谢国老 谢市长 对我们见到大力的相提 除了说提供集训的选手以外 还目前我们正在筹筹的就是 敬畏的问题 出国敬畏的问题 也很多家长一直来跟我们主委 跟我反映说 他怕是敬畏的问题 那我们主委也一再跟 谢市长提议 县市长说好 那这方面我们尽量来帮忙 这样子所以在这地方首先我们要感谢我们的谢市长 大力的响体 那使得我们建道长期以来能够继续永续的发展 为了让建道在基隆可以深耕发展 市长谢国良说 市府特别挹注330万在西定国小闲置空间 设置建道场地 让选手有更完善的训练空间 体育会建道委员会也表示 相当感谢市长谢国良支持建道运动 来培育优秀人才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